气象局13号凌晨解除了灿速台风的警报 虽然台风离开台湾了 不过受西南风影响 中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 依然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 接下来几天 花东地区天气好展到中秋节21号 预估都会是晴朗炎热的好天气 提起民众出门要注意防晒 小心中暑 第14号中度台风灿速 在12日晚上8点半和13日凌晨 分别解除路上和海上台风警报 虽然离开台湾 不过受到外围环流西南风影响 中南部地区和恒春半岛 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 13日开始花东天气好转 白天气温回升 可能出现摄氏36度以上高温 13号大概到21号 整个就受到太平洋高压边缘的影响 然后天气整个环境看起来都是还算好 所以早上太阳可能会比较强烈一点 近中午可能会相对的炎热 然后到下午的时候 山边或是某些地方可能就会长出一些 比较局部性的雷震雨或是震雨的一个情形 整个年假的时候 大概从星期六整个高压慢慢升进来 所以可以看到说未来在6日1日的时候 整个也是比较受到太平洋高压边缘的影响 所以整个环境天气看起来还是属于 早上天气会多起脑炎热 然后过中午以后可能山区或是局部地方可能会长出一些对流 所以未来这个情形看起来在18、19、20、21至4天年假 天气对花莲来说应该算相当稳定 适合出游的 气象局表示 随着台风远离 秋老虎四季而动 预计到中秋节21日 除了西南部有局部降雨 花东地区都为晴朗炎热的稳定天气 三驱五后可能有局部短暂震雨 提醒民众 中秋连假若有出游计划 记得要做好防晒及防疫措施 这次讲帮月华联系报导